我现在我再说的兄弟姐们 我今天要再重申了 任何在体制内的在墙内的战友们 你要真心的支持爆料革命 你把你自己活好 你把父母和家人的日子过好 你自己活好就是最大的爆料革命的知识 我非常讨厌 不惜代价 不惜一切 不顾一切手段和后果的 支持爆料革命真的没必要 你们不这么做 七哥一样灭功 你这么做了 还影响七哥一样 你像体制内有些警察 人家有良知有文化 不一定支持爆料革命 人家对你好了 你记下来 未来这些人我们要感恩 第二不要因为你的遭遇 去恨哪个人 是这个体制是恶魔 还有所有的共产党员 九千多万党员 你不可能都是坏人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多都是好人 我到今天说了那么多年了 说了坏人家一起不超过几百个 这几百个家族就把中国人所有的钱弄到海外去 我们让中国人付出代价值得吗 所以说不要恨中国人 不要丢中国人 不要恨你身边的人 不要有对社会的报复心 更重要的事情 一个不爱自己父母 不爱自己家人 不让自己健康的人 你不配参加爆料革命 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新中国联邦灭掉共产党 如果我们是靠那个权力 很获得权力和获得财富 或者获得统治人的快乐 那就不是新中国联邦 老天一定把我们灭了 灭不灭共产党 新中国联邦都会在数字化时代 觉得过去几年看到的 都将近有最好的 最新的 最干净的 最安全的财富 灭不灭共 你都会活得比原来好 你明天应该比今天好 我们干嘛拿着命去灭共去 所以新中国联邦最重要的是什么 战友的安全 和战友的真心灭共 和战友的快乐和健康的生活 我们是一个没有苗的这个群类 如果不珍惜上天给了你一个唯一的 让你没有苗的这个机会 你不配拥有爆料歌 你不配参加爆料歌 我强烈坚决的反对 任何人在墙内不顾一切的参加爆料歌 我完全反对